有关于中国经济稍后我们思想先虚报继续讲 再要为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论坛啊 这个标题啊看上去有一点吓人的 中共的高层下了六死建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呢我特别注意到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和观察学者 邓玉文先生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贴出了 传言是来自于资中云先生给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六大建议 文章的题目也非常有意思 齐和献豫无苏哭泣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仔细一查呀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最开始流传的时候是在今年的晚春初夏的时候 当时在一些论坛上出现 有人说是据说出自于资中云先生之手 文章到底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中是分了六大条 指出现在大家对于党越来越不喜欢 还有很多人是曾经忠心拥护党的人 与其说这是妄明义中央欲加之罪 还不如自己来思考有没有自身的原因 你要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 却不允许人们议论你 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了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 资中云先生对于为什么反腐败 这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但是呢又不能自不能逻辑自洽 大家呢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不受法律约束提出了批评 同时又说共产党不能连错误也要人民拥护 过去的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 现在已经把它当成研究禁区了 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群众是越来越不答应你了 然后文章又写道说现在呀 党的宣传部门主流媒体大中小学的教科书 电视电影戏剧音乐文化舞台 只讲建国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是对于犯下的错误却从来不反省 文章甚至提到说你向人民做个检讨认个错 善良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跟你过不去的 什么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 真的是掀不起什么大浪的 发个罪己招有什么难的 这呀是化解矛盾的手段 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育民之术 同时啊 资中云先生又对离开了党 中国避乱 中国一乱遭殃的是人民这样的话进行了批评 认为不能把共产党与中国的治乱存亡统一 文章的最后啊 这个资中云先生还讲到说呀 说我是共产党员 我与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 不要认为这是向党进攻 这是妄议中央 其实这是其何限誉 我现在已经垂垂牢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王阳明有言此心光明无负何言 在讨论这一篇文章之前呢 我们首先为大家讲一下资中云到底是谁 资中云女士呢 是中国证券交易创始人资耀华先生的长女 可以说呢是出身名门之后 他本人啊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呢 在欧洲的学术机构就有长期的研究历史和从业经验 回国之后啊 也曾经做过毛泽东啊周恩来呀 等人的英文和法文的翻译 退休了之后呢 也是作为一位翻译和独立学者著作泼锋 他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 创立了美国研究所 那么呢哎之前的网络外经常流传资中云的一些文章 首先我们必须说呀 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出自于资中云之手 现在呢也没有确切的说法 只是有这样的传言 但是这一篇文章啊在中国社交媒体可以说是一夜爆红 而且啊是反复的走红 背后啊可能是反映了现在社会的某一些情绪 那我想请和民先生来评点一下这一篇文章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其中呢啊说啊这个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应该下罪几招啊 反省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要认为垄断政权就等于垄断真理 这样的话到底在现实中有没有可操作性啊 嗯 这是中国政治娱乐的一部分 不是 舆论的一部分 大家都通过这种文章传递某一种快感 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享受 今天的中国的社会有的人啊在消费在享受 有的人在拼命找工作 有的人觉得中国现在真的是这样搞下去完蛋了 要完蛋了 所以要跟他脑下这个这几招 怎么可能呢 如果习近平认为他要下这几招 他真的是犯下韬链大哉 他就不会做现在这件事了 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对于他的公开性呢 一封又一封 开始是什么一个一群共产党员 后来又是什么什么中共元老政变 现在又借资先生的名言来讲这首话 那是不是资先生讲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资先生 非常受人尊重 一方面呢 跟他的游学有一些关系 另一方面呢 他本人的品质啊 就是追求了进行思想研究 西方的政治研究 尤其是美国研究 他是中国社科医院美国所的所长 然后之前他本身呢 可以在政治上发展的 因为要培养女性的外交官 但是他不愿意干 他说我是做做研究工作 就去了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现在叫研究院 后来到社科院呢 这个美国所 所以他的很多思想和观念 确实是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是不是信正如一写的 他人之将死 前一也善 其实我说他没有死 或者是几十年来 他的讲的话就是善的 就是善意的 希望中国好 发展起来 学习美国 理解美国 掌握美国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是不是他写的 我完全不知道 刚刚中国研究院里面有讲者就讲 这百分之百是假的 我对这些事情呢也不看 也不想去真正去追究后面的真假 我只能说呢 情史这种表达是人们的一种权利 是人们的一种享受 如果大家觉得你很愿意 你享受 你愿意生活在这么一种虚妄之中 愿意逃离中国的政治现实 去幻想一些 要跟人老在一起找 那你就是幻想好了 如果你愿意享受 你就接受这种享受 我是不相信 我是相信就是 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在一个艰难的时期 怎么去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 绝对不像我们八十年代 想象的那么那么简单 如果一个民主化 一个现在民主 就能够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或者是那些问题都由此而解决 那就麻烦了 但是别忘了 君主立宪的一个原则是 要给君主推权 如果你不给君主推权 那你就革命好了 你就革命好了 所以如果你这点都不明白 你君主 跟着呢 跟我们平民百姓一样的 有平权接受审判 甚至历史审判 然后我还要明主 颜色革命啊 上街游行啊 暴力革命啊 有很多无所的例子啊 对吧 而不是这样 自我自我娱乐 天天这个信一下 面临那个信一下 哪一件事情 最后面会动摇中共的这个体制啊 反而让中共的这个体制 变得更加恶劣 更加让大家没有这个空间 什么叫民主转型 什么叫和平理性 什么叫这个付出最少的代价 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基本的体面 啊 如果中共这么残酷对待你 你要么就跟以前的传统方式 革命回去 对吧 你这么残暴 我就反残暴 有的人坐着牢 受了共产的陪害 你要他心里平和 这是很难的 这是更难的 做的恶 你就要承受这个恶格 但是如果你是要 比较平分的 看到中国的这个进展 那就是应该对中国的进步 给予高兴 对中国犯下的错误出现的问题 给予严厉的批评 而不是简单的认为 中国好像一夜之间跟他拿完蛋了 中国就好了 习近平下台了 中国就好了 不要说习近平下台 就是李克强总理在台上 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我看他老人家也解决不了 今天的改革开放30年级的问题 就是面临一个这样一个 一个大家需要 这个比较诚实的面对的时刻 而不是简单的 再搞意识形态这一套 跟那朗的意识形态不行 简单的民主自由的概念 也未必能够理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 好 这一位现狱的人 进行了惩罚 结果呢 其合或者便合就大哭 人家说你为什么哭 因为你受了冤枉 他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哭 我是为了这个狱冤枉 他明明是一块狱 怎么就被你们当成了石头呢 后来这一块狱 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和势弊 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脱骨改制 脱骨戒严 不知道是不是资中云先生自己说的 但是这篇文章里面可能是表达了 现在大家一些愤怒和不满 这一点都是真实的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